大家好我是J2恋小姐Jennifer 昨天到今天啊 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黑暗跟错愕 因为呢我登进去Twitter之后就发现 诶我被封锁了 虽然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但目前推断是帮太多项目方做BD发DM了 那不知道到底找不找的回来这个旧的账号 但目前呢我是做了一个新的账号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新 然后是有张尾巴的这个J2Blockchain 我会持续的提供福利来给大家 那在这边啊我也会非常感谢 我所有在币圈还是在实际生活认识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这个平台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说无论是分享找回的办法 或是实际去帮我找X工作的朋友联系 或者是帮我把新的这一个Twitter给推出去的朋友 我都非常的感动 那现在帮我按下追踪的朋友呢 我也是非常大的动力 好好的再继续的努力 好那我们今天呢会来分享三个我们可以去埋伏的项目 那有IDO还有新上线的一些项目 就是有机会用非常低的成本或者是零成本来埋伏的项目 那最后啊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SERVALF暗黑的抽奖 那这个暗黑啊他的启动马是得来相当不易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听到最后 好那我们来讲第一个 第一个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的是 Buybit最新一期的IDO 那Buybit最新一期的Launchpad呢 他的项目就叫做Blaybox Token PBUX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Blaybox的平台哦 Blaybox它是一个设立了ShopMN系统的元宇宙平台 它允许用户呢在全球超过两万家的商家购物 并且赚取现金回馈哦 说到这边大家应该都有用过ShopBag 就是类似ShopBag那样子的一个机制 那其实啊Junifer也是有玩了一下哦 每天登录呢是可以拿抽奖券 那幸运的话是可以抽中USDT还有其他的奖品的 那另外啊还有X2M的一些小游戏机制 一点来看这个merchant的地方就是商店哦 那他就像是CashBag那种你只要点击进去 然后你去做了购买你的动作 你就可以获得代币 透过他们的连接获得代币哦 但这边呢注意一下 通常这种merchant呢都是有限定你的location 就是你的地点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资方 他们投资方里面有Binance Lab有币安哦 当然呢他们呢也跟很多的平台有合作 他和爱奇艺就推出了watch2win的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整体是一个蛮健康的 虚实整合项目 大家有兴趣的话是可以来参加起来的 那当然我们来讲一下在BinBit上面的launchpad 我们要怎么样来参加 这一次的代币呢是playbox token 所以呢它的代币名称就是PBUX 它的价格呢是落到了EBBUX token呢是0.075U哦 但它的总量是落到了400万颗 所以呢初始它的FDB是30M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inBit launchpad它所分配的量是400万颗嘛 那它呢如果说你是用MNT来申购的话呢 是200万颗的这样子的奖持 那每个人申购上限是300U 所以呢会分到4000的这个代币 那如果说你是用USDT来进行抽奖的话呢 那它的奖持呢也是200万颗 那每一张签中奖的话呢 你会分配到15U 也就是200颗的PBUX的代币 那中签的奖券会是1万张 那基本上啊如果说大家有买到的话都不会亏哦 那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哦 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它的资产快照时间 时间是4月18号的早上8点钟 到4月23号的早上8点钟 这是台湾香港北京时间 那申购的代币分配量呢 是你在日均的MMT 没有办法低于50MMT哦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日均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是用U来参加活动的话呢 在这个期间内 你的日均USDT你没有办法低于100U哦 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开始的时间 那目前快照是已经开始了 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要赶紧把你的资产给放进去哦 那申购的时间呢 是落到了4月23号的下午1点半的时间 再到4月23号的晚上6点59分哦 这是台湾香港北京时间 那选择申购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升购期间 点击立即投入的按钮 然后把一定数量的MMT给放进去之后 那最低的投入量呢 就是日均的50MMT哦 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用抽奖的方式的话呢 一样你必须要去按下立即投入 那并且去投入100U你才可以参加抽奖 那每一个抽奖者呢 最多是可以有4张抽奖券的 那这个呢会取决于你在快照期间内 你的现货交易量是多少 发放的时间是落在4月23号的晚上7点钟 那请大家就可以赶紧来留意了 最后呢上线的时间 就交易对上线时间是4月23号的晚上8点钟 好那讲到这边啊 如果说你还没有拜币账户的话呢 你可以用J2链小姐的连结来注册起来 最高呢是有3万U的奖励要来给大家 好那下一个呢 第二个我们要来讲的呢 就是这个Hushkey的Global的网站是已经上线了 他们全球战已经开了 那HSK呢 他应该会是下一个大猫哦 所以呢请大家就可以赶紧来动作起来 那今天呢他们更是宣布了 梅林在他们的这个Hushkey的Global也上了 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趁现在啊Hushkey他还很心不这么卷哦 所以呢这个奖励是可以来参加一下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他的这个活动时间 除值开放的时间呢是落在4月18号的晚上6点钟到4月19号的晚上6点钟 那现货开始交易的时间呢是4月19号的6点晚上6点 这都是台湾香港北京时间哦 那提现开放的时间呢是4月20号的晚上6点 那有一些特别交易的活动哦 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4月19号到4月29号的活动期间 另外呢他也会根据你的交易量透过Genesis的交易活动来赚取HSK的奖励 那如果说讲到这边你还没有Hushkey交易所的账户的话呢 我会把连结直接放在影片下方 请大家就可以赶紧来加入他们新上线的Hushkey Global的国际所哦 好那第三个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SERV的暗黑 那他的祭前赛事要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NFT目前呢是开卖了6000张 那地板价格是来到了1.4以太左右哦 那SERV呢暗黑他是一款ARPG的暗黑沙宝的炼友 他为玩家提供了收集跟建筑特殊装备的乐趣 并且在游戏中是加入了更多的欢乐元素哦 那暗黑他是允许玩家Free-to-play的 并且呢你是有机会Play-to-end的 这样子会比较健康哦 为玩家去建筑比较长久一点的经济环境哦 所以说啊这是一个可以Free-to-play Play-to-end的游戏 早期加入的话呢应该都会获利还蛮不错的哦 那他的赛前测试码其实是相当的珍贵的 因为这一次的测试是限量的 并且呢是有法币付费的部分测试项目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他测试开始的时间呢 是在4月19号的晚上9点钟 那测试结束的时间呢是还没有确定的 但是呢站定开服时间呢是两个月 那这一次呢是在Arbitron的链上 那这一次的季前赛结束之后呢 除了金石甲以外全部的NFT呢都会保留 那不是NFT的物品的话 其实呢会跟之前一样是删除的 但是法币充值并且呢为花费的混沌石 它是会保留的 那有兴趣参加测试的朋友呢 务必要来拿取这一次的测试嘛 所以说Jennifer也有讲说 我们这一次会来抽奖给大家 那参加的方式呢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因为比较赶一点是随时开奖 所以呢看到这边的朋友就要赶紧来参加了 那活动方式是这样子的 你只要订阅按赞开启J2恋小姐的小铃铛 并且呢你在影片下方去任意的留言 再帮我到Twitter上面 我有一个指定的贴文 在贴文下面来留言这样子就可以了 因为你来这边留言的话呢 我才可以把这个游戏码是私讯给你的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NFT或是加密货币属于比较高风险 请大家务必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DYOR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